这款就是刚刚发布的realme真我GT-NU2 据说这次堆料很猛 到底有多猛呢 我们一起开箱上手 我手上拿到的是主打的黑薄荷配色 后盖的设计非常亮眼 绿色的断面A机磨砂玻璃 和黑色的亮光玻璃 偏接起来显得十分超前 辨识度很高 中框材质我确认再三 并不是金属材质 但是这个质感拿在手上 真的很接近金属了 GT-NU2很有诚意的上了三星14屏幕 120Hz刷新率 1300N的峰值亮度 10240G调光 如果你的眼睛很挑剔 那它完全能够满足你 手机最大的亮点 还是血本打造的金刚10冰心散热系统 构造非常的疯狂 但我们只关心效果 实测吃鸡极限帧率 加高清模式一个小时 最高温度居然只有37.5度 别说发烫了 摸上去几乎和体温都差不多 而骁龙870多香就不用废话了 还能用上UF-S3.1 性能和散热这块基本算是稳了 相机不算是主要亮点 800万超广角和200万微距 没什么可说的 但这颗6400万的主镜头 表现一直都是实力在线 电池升级5000mAh 充电升级65W X轴线性马达立体双扬 基础配置都已到位 配合realme UI 2.0的加持 竞争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问题来了 这样的配置 它能满足你的要求吗